冬天也有油温度低 因此空气中的水气的绝对湿度就会比较少 因为没有水 因此静电就比较容易被覆走在上面 而不是被水可以带走 原则上不同物质摩擦的时候 都能够产生某种程度的静电的分离 因为冬天在浇电宇特别方便 是因为水气的绝对湿度比较小 因此我们就可以用卫生纸就可以做到这个实验 小朋友通常很喜欢玩这个游戏 拿一个纸杯 拿一个粗的针奶吸管 那么跟卫生纸 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玩一整个下午 这是一个有关静电 那么针奶吸管来吸纸杯 让它转圈圈的 可以转非常久 让小朋友来比赛 谁能够在静电耗烦之前 转的总圈数最多 这是一个很受小朋友欢迎 而且很容易做到 材料是手边能够拿到的一些小东西 就可以来印证静电的实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